画面上是基隆朝近保育区 在各单位的救援照顾 跟一路小心翼翼的护送下 将这只复原良好的未成年海龟 带到海边进行野放 让这只海龟待妹 顺利回到大海的怀抱 还挺开心 那我们就慢慢的往下 小心 来 冷浪一下 好来 好可以 拜拜 不要推他 大家自己游 前面要闪开 闪光都要关掉 哇他游在那边去了 他刚刚的力气好大 他有长的力气 很健康 我觉得最大的功德是 可以找到适合的人就是他 那很谢谢很多团队付出来的辛劳 刚刚看到海龟 因为他刚刚下去的时候 那个手掌很用力的 都非常痛 表他很健康 那经过这段时间照顾他很健康 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 那当时是5月6号 在那个八斗子渔港港区内漂浮 就是搁浅 那海军组通报之后就 我们就派员请金伦协会到场 然后因为他的身体状况评估是没办法立即也犯的 所以就委托他们带到桃园市政府跟那个X帕他们有共同成立的一个救产站 就在桃园 那经过两个月他们的照顾 当时他们有做X官的检查 有在他的那个喉咙那边发现有鱼钩 那有用内饰镜把它取出 经过两个月的照顾之后 他已经恢复活力 十一月都正常 就做野放的动作 让他回归到自然 亲自参与这次海龟野放的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产发处长林鼎超 相当感谢海委会海保救援网 桃园市政府 中华金豚协会 兽医师及肆域员 共同投入了这个海龟救援行动 而透过多次的合作经验 市府也建立与各单位的合作 为海洋动物保育来努力 那如果民众有发现 当然就是可以立即通报118海巡专线 或者是动保守这边 或者是打1999都可以 那可以让海龟尽快获得救治这样子 市府也进一步表示 未来不仅会持续优化场地设备 让八斗子海之参 提供金豚及海龟救援最好的后盾之外 如果有志工缺口 也会邀请基隆的青年志工一起来参与 共同为海洋尽一份心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